驾驶行驶在76号快速道路 看到一辆小客车停在车道上 本能把速度放慢 没想到对方驾驶竟然从后行李箱 丢出一个水桶往车身砸 驾驶觉得莫名其妙 对方竟然直接把车开走 但就在前方不远处脱续演出 先是来个大回转 接着又逆向行驶 害得两车闪避不及追撞 后续最扯竟然直接照逃 是酒驾还是独驾 那个行为很脱续啊 你怎么会在快速道路上面大回转 又丢东西 事情发生在上个月22号 民众在76号快速道路上遇到离谱的车祸 疯狂驾驶先乱丢水桶 接着又在快速道路上回转又逆向 最后拍拍屁股走人 就很像是玩那个有些卡丁车 然后按按钮 然后掉水桶掉道具出来的感觉 荒唐的 而且看起来好像怪怪的 怎么会有在路上丢这种东西 本案由本大队行事局以公共危险及回省罪 积极侦证办中 汽车驾驶人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 回转到车逆向行驶 处新台币六千年以上三万六千年以下 并当场禁止其驾驶 驾驶脱续行为造成车祸发生 网友将画面po网 请大家一起携询这名疯狂驾驶 警方表示已经锁定人车追查 将尽快将人查气到案 民事新闻许家成李文华 彰化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